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给他们这么一个定义 比较恰如其分 就不了解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正是因为他好像是在中华民国的 台湾省这个位置上 他就最了解中华民国 其实不是这样的 最近的人 就像蔡英文他们 还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蔡英文的父亲就是父母 就认为天皇是自己的父母 你认为天皇 日本就是自己的父母 所以这样认贼做父母 这样的一群 皇民 遗老遗少 我们认为这是台湾人的悲哀 所以就像你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国 这个怎么来的 中华民国现在依然存在 在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名不齐的中华民国 没有认识到这个程度 那就不认识中华民国 包括中国大陆一样 你不认识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真正的国号 那么你就不认识中华民国 否定中华民国的历史就是否定自己 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这是一个逻辑关系 民政则言顺 言顺则心服 这个事情可成 因此国家统一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现在这场战争就是保卫中华民国的战争 就是保卫中华民国的宪法 保卫中华民国在台湾 依然在台湾 依然中华民国依然在联合国 就捍卫和保卫中华民国这个 就是国内战争 这四月过南北战争也好 台海战争也好 就是保卫中华民国的战争 这个战争的性质就是反对中华民国的分裂 现在蔡英文是分裂中华民国 这个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华民国 保卫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 这个就是他的第八条的法律定义 第九条 统一 中国必然统一 中国也必须统一 现在是统一的时间呢 原来是条件不成熟 不条 我呢 我在1974年 26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是中国台湾生人 我们天天还听着口号 中国党和政府听话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但是文化大革命搞的经济 现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程度 我们凭什么 有什么力量来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不是一句空话 解放台湾是要有经济实力 政治实力 军事实力 现在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 共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解放台湾呢 因为我们没有经济实力 没有军事实力 我们对法律的理解也不够 我说1970年 给毛泽东写信 要解放台湾 就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就要解放生产力 解放生产力 要解放生产力 就要解放生产关系 要解放生产关系 就要解放积极路线 人的积极性 调动人的积极性 就要提高人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基本素质 就是要科学技术教育培训 科学管理的培训 还有外语培训 这就是一个代表的生产 生产关系当中 一个生产力 生产关系 还有一个生产的技术水平 还有一个生产劳动者 这四个关键因素 决定了生产力的水平 中国水平 原来1974年的时候 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 中国的生产力水平 还不如台湾 就是说在生产力方面 中国数字方面 管理能力方面 都不如台湾 所以我们没有条件去解放台湾 虽然是有2758之一 但是你的一笔之价 大家相信见初 还经过改革的培训 大家再慢慢的提高 现在基本上可以和台湾 谈到解放台湾的问题 要提到意识日程上来 但是一个很贵 万事俱备是欠东风 欠的什么东风 欠的是法律意识的东风 在法律上你要认识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你认识到 蔡英文就是分裂中华民国宪法 就是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分裂中国 所以在法律上你要有清净政治 现在中国现在有了实力了 有了打 就发动反分裂国家法这个战争 有了战争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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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到的第一 第十条 第九条还没说是统一 第九条实际上在 只要台湾正式宣布台独 那么战争启动反分裂国家法 就具有合法性 这叫战争的合法性 第十条 蔡英文520正式就读 宣布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主权问题 台湾主权问题不容妥协 主权问题不能让渡 所以这就是发出的挑战 就是宣战书 战争的宣言书 第十条已经踩了 就是第十条已经踩了 战争法这个红线了 就按照国际法的战争法 符合国际法 一个中国原则的战争 就是合法的战争 破坏这种现状就是非法的战争 就发动非常挑衅的战争 所以美国呢 他不会支持台湾 宣布台独的 也不会支持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我这个发表这个声明之后 研究声明之后 很快就会台湾 台湾呢就是政党 包括台湾应该的特朗普总统 就应该发表这个这个声明 说明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是个非官方组织 台湾是个民间代表 这样一重申 蔡英文就 当选无效 当选无效 就当选无效 就是台湾这个政府 就是不被任何国家所成立的 所以台湾应该当局 就应该面临着 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退位 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蔡英文政府呢 就要必须要下台 因为美国也不承认 中国也不承认 国际上都不承认 所以你这个政府就不 这合法性就不存在 你自去的自己下台 不自去就等别 所以哨把 苏贞昌不说 灰尘不到 哨把 灰尘不到 灰尘不过自己照例跑 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那么哨把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哨把 就会把苏貞昌还有蔡英文还有赖清德扫地出门 如果他以武对抗 他就是一号战犯 二号战犯 三号战犯 那么这就要受到这个法律的惩罚 那么韩国的这个朴槿会 这是一个前车之鉴 李登辉就说 蔡英文啊 我看你已经到了朴槿惠这个地步 确实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一个善意的警告 可是蔡英文听不进去吗 蔡英文能听得进去吗 蔡英文听不进去 那么听不进去你就自己做 自作孽不可活 上帝要让灭亡 要你灭亡 就让你疯狂 你现在就疯狂的表现 这个就是说战争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相信这种反分裂国家的法律战争 马上就会打响了 这个至于整个打法 怎么样来做 那决定权 由全国人大来决定 全国人大 中国代表 中国中国这个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他们来决定打 先打哪里 是封城 还是 总之 我相信 从大多数人 台湾人 是中国人 早晚一定要会回到这个程度 我相信 会减少用最小的牺牲 除了那些富与盲抗的 不放下武器 以武力抵抗的人 会当场击毙之外 交枪不杀 凡是交枪投降以后 你不愿意做 中国台湾人 你可以走 我们就把你驱逐出去 驱逐出去 就像俄罗斯原来对于叛国犯 流放西伯利亚 中国呢 过去叫流放边疆 流放新疆 流放 流放云南 等于你看 那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吴三桂 吴三桂 就是给你发配 发配边疆 发配云南 就是让你到云南去 你离得北京远一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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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门禁烟的叫叫 火门禁烟的叫叫叫叫 哎呀 林哲徐 火门禁烟 结果把林哲徐 因为得罪了洋人嘛 给中国也带来 就把林哲徐派到新疆 去发配边疆 这个中国这个体制就这样 那么现在把 台湾民进党的叛国党 那个叛国小英 战犯 战犯是要要要进行审理的 就要关进监狱的 但是人大多数不受蒙蔽的 只要能够承认啊 就是就是 唐南做重新做唐南政政的中国人 那么就给他一个做人的机会啊 就挽救他要要给他换脑换心就可以了 重新做人 那么给出路 给出路就是啊 把他流放到啊 东都扶桑 所以我这个在前面在那里呢 挂了个扶桑 就在跟美国呢 就挂了这个扶桑这个地方 这里我这里 就在美国这个地方就叫扶桑之地 就是过去中国人啊 这个这个几千年来啊 中国人那个打败了都往这里跑 所有的在大陆上打败的人 失忆的人 失败的人 都跑到美国来 六四啊 法轮功啊 还有这个总统吧 还有这个过去那个 唐宋元明清 凡是打败的人都到美国来 这个美国是一个打败的人的收拢手 所以我们现在这是 我跟如果 如果特朗普总统 听采纳我的意见 就是把这种啊 对美国人的言听计从啊 这个吃饼扒歪的人啊 流血拍马的 蔡英文兹这个党徒 民进党这个党徒之类 把他们收过来 这对美国有好处 有这么这么好的这个 抬轿的拍马屁的人 就让他们在美国发展 这对美国的建设有好处 让他们学习学习 什么是法治第一 什么是法治的 就是共和国 就是共和国的这个宪法的面前 就是共和国的这个宪法的面前 你就要遵守这个法律 维持liberty 你可以得到解放 按照加持继续的 也得到公平 for all 大家都可以平等 所以呢 你如果想要反抗 你想要成立台湾独立 那你就到美国来画一块地 你买一块地 你把这个说是个台湾国 台湾流亡政府 这个是 这个有你的 You are free 你可以在这里 This line is your line This line is my line 这个土地 是每一间的土地 你也可以去做 开发一个台湾公共园的开发地 但是这个土地所有权 是全体美国人民的 不是你那个什么呢 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释 然后下面呢 就还谈一个 那个特朗普新政 特朗普新政呢 简单的是 简单的谈几句话 我这个长话谈 我这个没电了 那个 第一个 我就懂得这样 三民主义 民和主义 民心主义 就是把人民呢 以人民为中心啊 走向共和 为人民做更多的利益 为天地利心 这是中国话来讲 在那个 在那个 美国的语言来讲呢 就是三民主义 民有民想 尊重人民的 人民的发展 那么 那个 三个政策 什么政策 拼经济 以经济为主 不要去搞意识形态 不要搞中心摩擦 拼经济就是搞好经济 搞实体经济 你看美国现在这个 这个现有的这个 这个基础设施 非常成就 像中国这个 这个三线城市一样 落后 比三线城市还要 有的地方还不如 那个 电线杆的 就是天罗地网 第二个政策 经济政策 就是国家政策 短期内政策 叫做 懒人产 搜刮人产 人产是最大的资本 包括台湾这个民进党 这些人产 都可以吸纳过去 包括共产党的人产 包括其他各个国家的建设人产 科技人产 包括像如果华为 如果愿意到美国去发展 你把华为请到美国来发展 那不是人家在替美国人服务吗 所以要改变这个观念 不要靠 什么靠 因为美国人在这个软件 这个基础上 不一定比美国强 但是你把华为的公司拿到美国来 那么不就是进水楼台先登月了吗 所以懒人才 不就一个将人才 第三个 建齐功 我们这个就是 常常我总统 你现在还有四年的任期 我呢 还有十年 我就说我 今年73岁 我如果能活到83岁 我今年出山 出山的话 就跟邓小平出山之中 73岁出山是一个道理 我如果能够出山 为美国人民做一点事情 我一定能把美国这个建设的美好 这个家园建设的更美好 像中国的城市一样 现代化就很快 实际经济 只要有了中国这个元素的投资 造商领事来投资 美国建设很快就会改变这个 这个 这个 改天换地 这呢 这叫什么 日心月异啊 日心月异 大德如羊啊 所以呢 这个东西 建设 只要路线对了 没有钱可以有钱 没有人可以有人 没有力量可以有力 所以美国要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 啊 中中美人民是一家 美中有我 啊 大爱无疆 对吧 山川异域啊 风月同中 啊 风月同天 啊 中中美两个隔着大海 这个大海呢 就把两个中美两个人民呢 就仅仅的连接在一起了 中国经济就是大海 我的名字正好也叫大海 我是大海里的一滴水 我这一滴水要在美国啊 映造出这个 比大海更宽广的叫做天空 映造的天空的太阳的光辉 这滴水要映造太阳 还要映射出什么 比天空和更伟大宽阔的 是循环 还要映造出我们这代中国人 新美国华人的循环 啊 我们也会树立在美国的公民奖上 我们将来啊 这个在十年前 也就是2010年 米歇尔第一夫人米歇尔 给我写了一封电流件 希望我在争取成为美国的优秀公民 他们的这个优秀公民奖 是由总统来颁发的 我给他回一个信 我觉得我刚才美国时间不够 我给美国做的贡献还不多 啊 我虽然在2007年 给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新的 一个计划 做到了什么呢 第一个我给美国提出美国梦 叫新美国人 第二个 里面运人的设计 就是建设新美国城市 第三个 树立新美国倾向 就是大国的形象 大国合作的形象 就是海纳百川的形象 但是 由于 当时感恩节的时候 2007年感恩节 布什总统已经是 强弩之末了 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 来操弄我这个 这个 这个议题了 然后我就给了 我把这个议题 新美国人 新美国城市 新美国形象 这个议题 就交给了特朗普 奥巴马总统 我跟奥巴马总统 从头到尾 都在这个 这个 新美国 这个 新美国人 新美国 新美国城市 新美国 这个 形象 这个 任务的前提下 进行对话 交流 八年时间 我跟特朗普 不是 跟奥巴马 八年时间 和那个 从北京到 到 华盛顿 八年 整整八年 从第一夫人 到他们的孩子 就是那个 那个 玛利亚 和那个 玛利亚奥巴马 我就给他们 介绍到 到中国的学校 一个到中国学校 读中文 一个到美国去 到日本学校去读 也读这个 日本 所以呢 就把 灌输这个 亚洲的 武家文化 因为我跟奥巴马 都是夏威夷 艺人 所以呢 我们 这个 我相信吧 我们是 心照不屈 不谋一面的朋友 我们将来 还会合作 在我 有生之年 我会希望 米歇尔 奥巴马 能够登上 美国的政治舞台 我们那样 合作起来 我更有合作的空间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我成为 美国公民奖的一个 获奖者 那个时候 他再提出来 获奖者 我希望在他手里 我成为美国 新美国人 在美国的一个形象的代表 我今天就谈到这里 所以呢 这是我的一个严正声明 谈了几点 重点是在 战争的 已经在 战争的合法性 战争的必然性 战争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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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减少 必要的牺牲这个可能 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 实践性 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要看最后 要实践来检验 实行 实践 只可以战和不可以战的 只要胜 我们知道 台海战争是可以打的 而且一定能够打赢 这个叫做 只胜者 必胜 第二个 知道 这个能够 以疫 有准备的人 准备那些没有准备的人 蔡英文没有准备战争 我们早就准备的打仗了 所以说有准备的人 就和没准备的人一比 那肯定是有准备的战争 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另外呢 顺便跟你说 这个自古自兵非好战 这自古打仗 但是并不需要打仗 但是呢 不审视 这宽言结误 你不知道这个 这个战争 这个台海两岸关系 这个来龙去脉 国共战争 还有这个联合国这个 这个战争的合法性 你不知道这个 所以呢 你宽的也不对 是 松也不对 这优惠台湾的政策也不对 你打仗也不对 武统也不对 你知道这个政策 你怎么打都是有利的 怎么做都是两岸一家亲 这个是一个都符合中国人民的成年利益 谢谢大家 我就这样子谈完了 这个我认识一下新朋友 这个 卓德华你还在线上吗 卓子王你还在线上吗 谢谢了 我跟你招过手 好 好 谢谢啊 我们 你们 现在台湾那边已经是早晨了 我们这里也是已经 你看天气晚了 给大家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这个 这个布一下景 现在你看 对面这个看到的是华盛顿 这个呢 是我 这个旗子呢 是将来的国旗 这国旗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名副旗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这个旗子呢 还应该就天天满地红呢 还是中华民国代表的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姓红旗呢 就是代表中华人民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有四个呢 就是四个特区 对吧 四个的这个中央政府 这个是中央政府 然后呢 一个是香港 台湾 澳门 还有一个在哪里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哪里啊 在海外 海外这些华民也是啊 海外的华民 看一看 这个呢 风银三指舰 我回头再讲平子舰 花鸟一声书 再反过头来看 这个就是 大华府 这个 助选特朗普总统连任的西门直播间 这就是西门直播间 这条河 这条河 就是我们这个 美国这个 美国这个 华人民的河 叫做普通马河河 大家看看 普通马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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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是住在南边 从南边入海 我们 好了 谢谢大家了 今天就谈到这里 前面 就是 黄正顿 远处 黄正顿 鸟